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我喜欢翻看手机里的各种乡村民谣 这天我被一首很特别的民谣给迷住了 这首民谣曲调欢快 歌词中所描绘的乡村美景更是令人神亡 听着动人的歌声 我想要到歌词中的村落里一探究竟 还等什么 出发吧 经过漫长的旅途 我终于到了广东省韶关市史新县的长梅村 长梅村是一个瑶族村落 这里的村民们可以说是出口成歌 最有趣的是他们不但会唱而且会写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歌声里面 把这里的绿水青山和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全都写到了歌里 所以接下来我要怀着激动的心情 一起出发去寻找歌词当中所描绘的幸福场景 你们唱的这首歌就是我来村子里要找的 叫长梅村的幸福歌 对对对对 要喝酒才能进去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看到这个碗了吗 这是海碗呢 海碗 欢迎 欢迎来我们瑶湘 瑶族大姐用热情洋溢的笑容和香醇的米酒 迎接了我的到来 同时他们还送了我一份印有歌词的寻宝图 开启了我的长梅村之旅 我所在的长梅村山清水秀景色优美 是一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生活在这里的一千多名瑶族同胞 依托山林资源 开山众国 养风酿蜜 凭借瑶族特色文化 发展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老乡们的日子 过得既安心又富足 刚刚在村门口的欢迎仪式 想要通过还是有点困难的 那么一大碗酒 我全给喝了 得到了这张寻宝图 我要找的第一个目的地 应该是柑橘美为天入心 应该是柑橘 橘子树 这边景色还是不错的 有小溪 有石头 有树林 这是竹子 这边肯定不是 芭蕉叶 我是觉得这一片有点像柑橘树 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去里面找一找 还挺险的这个地儿 这就是啊 就是柑橘林 你们看 这个应该是 还没成熟的一个柑橘果 我感觉我应该要行动了 我们唱一句 听一听 长梅干果千目的 柑橘美为天入心 你们听到了吗 你听到回应了吗 就是这儿 绝对没错 我们往里看一看吧 大哥 我来了 您好 大哥怎么称呼啊 你好 我姓邓 邓大哥您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对不对 刚才是你唱歌吗 对 就是我在唱歌 那我这帮您忙活忙活吧 好了 好了 那就谢谢了 那像像这个柑橘林 这一大片都是您的吗 是 没错 我这里有三十多亩 三十多亩 是啊 我看咱们这个果哈 都是那种轻的会多一点 像这种小小的 它没有长大 要到十二月份才能长大 它长完之后是能多大呀 五六公分 大部分是这样子 就那种黄色的那种 不是 是红色的 红色的呀 是 红色的柑橘啊 是 是 甜吗 甜 好甜 这么也甜啊 是 您是打算在这个村子里种柑橘呢 我们这个村现在呀 就是说看外面的人都是种柑橘之夫啦 所以像我们这边呢 也在学外面的 我们这边的山林 我们这个水源啊 还有这个气候啊 土壤都是比较适应住这些柑橘的 所以咱们种出来的柑橘也甜是吧 没错 曾在四处打工的邓大哥 收入不稳定 日子过得也比较拮据 2014年 他看到村子里很多人 依靠种植甘果 生活变富裕了 于是也在山里开辟了30多亩土地 种起了砂糖菊和黄底甘 如今 长梅村每家每户 都有人在种植甘果 全村的甘果种植面积 已达4000多亩 像今年这个产量 可能大约是20吨左右吧 都销向哪儿啊 都卖到全国的过地 都是线下的比较多 线上的也有卖 他就跟我们订购 他说多少钱一斤 我们就采给他这样子 他拉一个2万 1万多2万斤 他就拉到外面去了嘛 20吨柑橘有多少的收入啊 8 9万只 收入明显就稳定 然后增多了不少吧 是 没错 每年到了柑橘成熟的季节 也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 采摘的游客和水果经销商 都会来到长梅村 争相购买最新鲜的柑橘 水果产业已成为 长梅村的支柱产业 您这是我要来的第一盏柑橘林 我接下来要去的地儿 是野生蜂蜜沁芯皮 您给点提示呗 离我们这里不远 就是几百米的地方 几百米 那就很容易就能找到了呗 也不好找咯 我栽两个橘子给你 就这是一个信物是吗 等到柑橘成熟了之后 我拿这个来找您 您请我吃柑橘 可以可以 一定一定 咱们这个村子 除了柑橘甜 还有什么甜 人心更甜了 人心更甜 是 从邓大哥的笑脸上 我能感受到 他通过种植柑橘 所收获的种种喜悦 枝头上那一颗颗即将成熟的柑橘 预示着丰收的希望 刚才呢 邓大哥跟我讲 我要找的第二个目的地 离甘菊林很近 那我顺着这条山路 大概走了有三四百米的样子 你们现在能听到吗 山间有鸟鸣 有虫叫 有流水声 而且我两边的树木 郁郁葱葱的 就有一种室外仙境 趋近通幽的感觉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应该就是这儿了 但是很奇怪 我没有看到 哪个地方有入口 那有一个大哥 会不会是他呢 我们来试一试 唱第二段 看来是找对人了 没想到是一条水流 湍急的河 挡住了我的去路 哇 这真是有种探险的感觉 您等我啊 谢谢您 那我们今天来是 从这儿走吗 从这儿走 那咱们出发吧 在山上 蜜蜂就在山上 是吗 在山上 慢点 这路很险 注意安全 我一定要吃上这个叶蜂蜜 到了 这个就是一个 我看到 我看到 你带到这个 注意安全 给我 但是您不带吗 我不帮的 他为什么 他不遮您吗 他是我的朋友 这是你朋友 那我作为客人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先带为金了 眼前这个木桶 是野生蜂蜜 安居乐业的理想之所 也是邓大哥的收入来源 像这样一个小木桶 能产多少斤蜂蜜 二十斤以上 这个桶里能够二十斤蜂蜜 以上 我想看一看这个里面 现在里面有吗 有 可以 但是一打开 它这不会 一下圈出来了吗 不会 对 来 我要吃到野生蜂蜜了 可以 这个 这是蜂蜜 这是蜂蜜 对 这个蜂蜜 哦 这个蜂蜜 这个蜂蜜 里面满满都是蜂蜜 你尝瞧 哇 再吃 正中的 它不是说那种 厚人的那种甜 对对对 它是带着那种清香的甜 这个好好吃 这个叫做深山北方蜜 北方蜜 北方 北方蜜 这个清山北方蜜 邓大哥说的深山百花蜜 在当地俗称土蜂蜜 这种蜜是野蜜蜂 集合了全年各时期的花粉 酿造出的混合蜜 所以营养价值 要比普通的单一蜂蜜更高 怎么样 在这个大山深处 最正宗的野生蜂蜜 直接抱着蜂巢啃 多惬意 那您当初是怎么想着做这个的呢 现在我爷爷搞蜂蜂 我现在都五十多岁了 搞了三十几年了 那大哥 您把这个蜂箱放在这 您怎么知道蜜蜂会飞进去 这个地形好 这山上一共放了多少个蜂蜂筒 放了三百个左右 它不是每个里有的 这个也就是说 咱这个完全是野生的 对对 那你三百个你放 回来一百五十我也可以了 那你这一百五十个蜂筒的话 能产多少斤蜂蜜 有的十斤的 有的十五斤的 有的二十斤以上的 那您这一年能有 一千多斤蜂蜜 这一千多斤蜂蜜 都怎么卖出去呢 都说本地的 烧干事 他们有些熟人 他来打电话来买的 那您这一年 能赚多少钱 七八万 七八万满意不 生活的 越老越满意 越来越满意 明天再加点 明天再加点 生活越来越干劲了 是吧 邓大哥和野蜜蜂是朋友 更是伙伴 野蜜蜂能酿出好蜜 而邓大哥卯足了劲 也在酿造着 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哇 刚刚的野蜜蜂 太吓人了 我们在险峰上 是喝了百花蜜 那在蜜林深处 会不会有百草园呢 我来找一找啊 百花 百草 百味香 清新街多样景气 好多人啊 找对地方了 我们去看一看 唱得好好听呀 姐姐 你好 这整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进来 就感觉凉快很多一样 是 这里草药很多 眼前的这位小姐姐 名叫邓凌珍 她从小就跟着家人 进山采药 学习瑶族医药文化 2019年村里开发乡村旅游 借此契机 她带着村里的老乡们 开办起了 瑶家草药文化园 她希望来村里的游客 能更多地了解一些 瑶家草药的文化知识 这些都是草药吗 对 这些都是草药 那我算是找对地儿了 是吧 这个就是白草园 对 哇 这草药好好闻啊 是 它有股 那个药草的清香味 对 对 这个是我们这里 瑶族用来泡澡的 泡澡 对 这个叫地壮 地壮 巨峰的 现在这个自然生态环境好了嘛 以前少有的这些草药啊 现在垂速的可以见得到 原来没有的草药 现在这几年又出现了 这片有没有像这样的草药呢 有的 我现在带你去看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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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工具 是 你这就行的 好 好 这个要小心一点 对 走嘛 就是这个独一只是吧 它现在这个太小了 我们一般都不去采 然后像我们采的话呢 我们都是留根 留根 对 让它再生长 对 再生长 它还有籽 它可以在旁边长出来 常年在山里采药的邓凌珍 最能感觉到身边自然生态环境 发生了变化 大山里的一草一木 养育着长梅村的百姓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也是姚家儿女的生存智慧 大家听你们唱歌特别好听 你们平时割草药的时候 会不会没事哼两句呢 也会哼几句 像我们姚族里面呀 也有这个抒情歌 风俗歌 劳作歌等等 是吗 你随便唱一句我听听 好吧 我唱一下 女孩也拖三斗工 这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太阳一出就开工了 在劳作时唱一句山歌 既能缓解疲劳 更能振奋精神 太阳一出就开工了 这句歌词 似乎也是邓凌珍的创业写照 如今她开办的 姚家草药文化园出具规模 回到文化园中 我还品尝到了姚家特色的养生茶 哇 好漂亮啊 那么丰富啊 是 这个是放了几种的草药在里面的 那这些草药都是我们今天在那个百草园里面 看得到的那些草药的 是的 诚惶惶惶的 对 哇 这个真的一点都不苦 是 不苦的 它这个喝下去之后 胃里是有回甘的 对 是的 一般夏天的话 它就有夏天的这种药草茶 到了冬天的话 它有冬天的药草茶 文化园里有方便游客了解草药知识的展厅 也有瑶族特色的旅游体验项目 邓灵珍还准备了养生茶草药包 方便大家用于四季养生 好了 我们现在寻宝的进程已经过半了 今天去了甘菊林 野生蜂蜜 百草园 这三个地方的村民们 都穿着他们传统的瑶族服饰 上面的四绣特别特别漂亮 我听林真姐说 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 能感受瑶族传统的 瑶秀手工艺的地方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叫雪茵 雪茵姐 这个就是咱们瑶族传统的瑶秀是吗 我看看您现在秀的是 我现在秀的这个是 这个我是拿来做那个秀片的 现在我做好这块秀片 然后呢我要怎么利用 我就随便怎么利用 这个图案是什么呢 这个是八角花 八角花 邓大姐告诉我 瑶秀的图案以群山花卉稻田为主 在刺绣时要搭配多种颜色的绣线 才能体现出瑶秀的独特韵味和美感 奶奶那您从几岁开始秀这个瑶秀啊 今天就八九岁就好多年了 就好小的秀了 八九岁就开始秀了 那您现在还秀吗 现在秀秀小秀 有的时候会秀是吧 母亲在是不是秀的时候压力挺大的呀 行 也没有啊 她在的时候还好 有时候有些花我们的那些有些技巧 不是很坏 我都可以叫她来教我怎么秀啊 还是要请教妈妈 对对对还是要请教 小朋友你妈妈是不是也是秀瑶秀的 你感觉是你秀的好 还是你妈妈秀的好 妈妈秀的好 妈妈秀的好 那你感觉将来你在长大 能不能超过妈妈 能啊 邓大姐自幼跟随母亲学习瑶秀 她擅长用不同的图腾 绣瑶族的服饰 帽子和头帕 如今人到中年 她还开办起了瑶秀课程 在她的感染下 很多孩子对瑶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加入其中 这门手艺在长眉村就这样朴素 而有力地传承着 她就是准备做这个挂包 挂包的啊 背包的啊 这个呢就是手机袋这种 哦 这个就是一个小手包 那我就发现就把这种很传统的记忆 融入到很现代的这个形状里面 看您这个后面挂着很多衣服 比如说要绣出一件衣服 带一个人带花多长时间 真正放下时间来绣 要绣一整套衣服 那你看你的衣服的这个花边 要用多不多 比如说您身上这样子呢 对 像我这个要几个月才能绣完 几个月才能绣完 对 对 因为它是手工 要一针一线绣出来 一针一线的手工刺绣 让绣片有了手艺人的温度 也保留了传统记忆的味道 邓大姐并不满足于此 在她手中这些绣片开始了新的旅程 那玄音姐您绣的这些成品都卖向哪呢 卖给谁呢 也有工厂订购的 还有也有那些单位订购的都有 也有游客来这里看到我们的这个手工 纯手工的这些绣品 他们都很喜欢 他们也看到喜欢的他们都买 量比较大 那你这个时候自己忙过来可怎么办呢 就叫我们这周边的这些绣娘 来一起帮我们去做 来帮工 那这些绣娘也是咱们村子里的吗 对对对 也是二次就业 原本深藏在乡野间的瑶族刺绣 今天变成了被更多人所接受的时尚元素 一张张精美的绣片 一件件带有瑶绣图案的服饰走向远方 传达着绣娘们的喜悦 第二天一早 我继续开启寻歌之旅 村中的小广场上传来了阵阵歌声 在这里我将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作业美影嘉宾 乡村晨新春风雨 长夜奔紧你心情 哇 你们看 我现在已经穿上了传统的瑶族服饰 怎么样 好看吗 这一段时间在长辈村的体验 就让我特别想加入他们 正好你们在练习一首歌是吗 是的 喜欢听这首歌吗 哇 快来快来 我穿这个衣服 谢谢 漂亮 穿对了吗 穿对了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是吧 我觉得太好看了 我曾经是一名音乐老师 就喜欢游山玩水 来寻找灵感来创作音乐 然后一是偶来的机会呢 我就到了我们 深度水瑶珠乡的长眉村里来 然后呢 渐渐地就被这里的一个人文风景所吸引 后来跟大家融融到一起 跟着大家一起创作了这首歌曲 其实他们才是这样的歌曲的主创者 我只是帮他们论识了一下这首歌 其实我也学了很久咱们这首歌了 要不我们一起唱一下 好 然后你们也检验一下行吗 好 那我们就唱起来吧 一起唱 站个队形先 夜幕四合 在这个宁静的粤北小山村里 我闻到了空气中 有种不一样的味道 有种不一样的味道 要加美食喝出去 我都看到您回头了 怎么称呼啊 我美国姓邓 您是这儿的老板吗 对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来来 你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都是游客吗 我们是大学生三下乡实践团的团友们 摆在我眼前的这些盛宴 叫做长桌宴 以前它是瑶族同胞 在庆祝节日 以及庄家丰收时 才会有的传统宴席 如今长桌宴 以作为瑶族特色饮食文化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有什么必吃的这种美食吗 来到我们瑶族这边呢 就有个那个油筋肉 油筋肉 油泡过面的肉 来尝点尝点 哇 咚咚的啊 能感受的 好吃啊 你们尝尝这个 我有 它一点都不腻啊 是啊 还有这道 这个是什么 野菜汤 好喝吗 苦苦的 然后有点回甘 有点回甘 喝到最后好像是有点苦的 对 有点清甜的 是不是 邓老板 您是什么时候 开的这个饭庄啊 我这个饭庄开了 有一年半了 您原来是在做什么 我之前在深圳做外贸 为什么会选择回到老家呢 我在这里长大的 这边环境比较好啊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 羊筑这块的 所以说我就卖了房子 就全部投进来了 现在生意怎么样 现在有课挺多的 本地课跟住三角的课 就周边的人会来 对对对 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渠道 知道您的 朋友传朋友了 同学传同学 我一些亲戚也有 这什么 我们要做最高的 欢迎仪式 高山流水 眼前的敬酒环节被称为高山流水 这是姚家人欢迎客人的最高礼仪 讲究的是歌声不断 喝酒的人也不能听 在歌声和美酒中 你能感受到姚家人最真诚的热情 可以可以可以 欢迎是欢迎大家 不是欢迎我一个人 对不对 对 你们这儿 是不是得派个代表啊 来一下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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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姚祖姐姐都给你唱歌了 你是不是应该回一首呢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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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歌之旅就要结束了 这两天我感受到了长梅村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 同时也觉得村里的每一个人 都好似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他们用勤劳和坚守 奏出了自己的最强音 当这些音符汇聚在一起时 也就谱写出了长梅村里的幸福歌 长梅村里还会有更多动听的歌声 老乡们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一路走来一路歌 这一次长梅村的寻歌之旅的确是不需此行 在这里我看到了当地村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善生活 依托当地姚族文化特色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越来越有奔头 当然了我也确实地体会到了歌声当中 传递的那份富足和喜悦 下一次我们又会遇到哪些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吧